其中有两首歌是全新创作的 第一首是《财神在世》又来到 是我们著名的词曲家田明老师所创作的 另外一首大家看到的《红图大展百夜望》 是由我们今天有出席我们记得会谢沐老师 手作的词 田明老师做的曲 第一首主打的《贝勒新年》 是已故我们的词曲家陈欣老师的作品 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们视频当中 黄卫钓胜手他的拿手好戏就在我们这个专辑里面 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改编成的新年兴起新气象 那今天最难得的就是我们现场呢 有出席了我们非常著名的录音师秀云 还有阿王我们的录音师 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一个著名的建筑商 NCE也成为我们这张专辑的赞助人之一 谢谢 那我们现场也来了广播界著名的 非常资深的 我这样敬重的这个安师 蒙日龙老师 今天也谢谢 非常感谢所有出席家庭的朋友 那《华华群星快乐新年》专辑呢 从今天开始 在全国的9家Redbox跟Redbox的KTV都可以开始点唱了 我们也要感谢Redbox、Greenbox、Caroke 赞助我们今天的小弟 谢谢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请我们今天的 OK 老板 郑雅华先生到台上来 来 来 台湾又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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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 OK 16年了 16年了 16年的感受怎么样 感受 嗯 因为现在整个集市不一样 以前跟现在 最近16年 这个路程中的 这个路途中 这个歌唱 唱片 灵力方面呢 可以说 这是完全的改革 在今天 因为我觉得现在 网络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在网络方面呢 我相信每一位来到的朋友呢 如果还不大熟悉网络的东西的话 要加点努力 真的要加点努力 因为今年的我们的销量 我刚才通过我们的媒体朋友 一二老师跟我说 阿华 你知道吗 你现在已经 辜负了一万张这个销售记录 已经得了金掌 金唱片 我说 不是两万吗 不是 是因为整个集市不一样 所以我们七千古听是 这个 金唱片 那一万张以上呢 白金 啊 结果是百金唱片 哇 那今天我们全部可以拿到一个 白金唱片的纪念奖 那我相信啊 我们这个 过后呢 可能会搞一个 呃 庆功 庆功 百金唱片 白金唱片 颁奖典礼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我已经说 哎我们光卖的不错哦 那时候才卖在我那麦要卖的几千片 我都非常开心 那这次呢 能超越两倍以上我更加开心 那我觉得真的 这一吓到一跳哦 是 这个不是夸口的哦 我知道你也很努力 因为现在一般传统的 你放在唱片公司卖的话 那数量也很有限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老板真的 亲力亲为啊 亲力亲为 他还开现场直播 我开始开直播 你知道第一天开直播啊 开直播我的脸 排水都没有 我跟我太太讲 哎我不是卖东西勒 我不是在卖东西啊 我现在来介绍 我们老板亲戚 乐趣专机的新专机新产品 给大家认识 我不是在卖东西啊 我是觉得好像 不知道会讲假的 这次卖这个产品啊 我说哎我这个当中 因为有谁谁谁 这是有请谁加入这样 这个阵容啊 然后我很开心 因为过了好多好多的网友啊 给记下来 这是我难得的 因为去年我记得 我们好像是在八万 八万里面 今天超费 十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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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八十万一百万 也新铃 太强了 我做牛心歌曲啊 是 从十六年前做到现在 是从来没有试过 从来没有试过什么上 不要讲上百千喔 上万喔 都很辛苦喔 因为你不能每天在那边 自己转播 不可能是 那这次网络做得非常的好 不过说真的啦 这个老板 十六年前到现在的比较 真的 我们每一年都看到 真的 雅华生呢 绞尽了脑池 每一年都要选一些新的点子 对 特别是从服装上面 那么自从他身边 有了一位得力助手 祥内助 之后呢 我们从服装 或许 各方面 安排到很重要 我们认识很多心 对 其实滑滑 唱片 滑滑群星 这个新铁专机 也成为了一个品牌了 也可以 我相信 我相信 因为好多 我一开始说 要我发个新铁片的时候 很多网友呢 都私信我 今年有什么 什么idea 什么 一直给我很多idea 我说你要剪这样 都有今天 因为我今天 滑滑齐怕 这样子专机 难得的 因为今年这个专机呢 我们获得 我们的马来西亚院工会 会长 高厂特别的加入 就是我们天大的面子 这个不简单 人家以为我在车大 对 你能起那个 他真的是 我开始一看我说 我叫说 会有一个方便 要是 我又在开始吹 你会这样 所以 人家一路误解说 唱片不是 喜欢 抱大树的样子 对 但是在我心目中 我从来 讲真的 我不做任何东西 我觉得 只要讲 我们还是超时离奇 其实 其实你说服他的 秘诀是什么 你怎么说服他 可能 高山会长在这里问他 可能是我的 真诚感动的 可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都非常用心的制作 大家都知道 刚才你少忘了介绍 这位非常著名的 他的天井是贵了一点 但是贵不要紧 因为他东西太好 所以今天在这个专辑里面 我看有 大概有50% 这首歌是他的 崇烈老师 感恩你 哦 认识你真好 之前我还没有认识他 之前 佛华唱片的专辑 这个音乐 老师说 一直突破不了 这次 很有气势 今年大概是58件 也180多钱 明天晚上是如果成章 的话就是300多 300多 因为大家看到 曾崇烈 这个名字 对 在很多歌手的专辑里面 都出现过 而且编曲都是崇烈 我上街 我看到他 是 他人是蠻俊俏俏的 他幸福一条 没当歌 他是真人独入下 对 真人独入下 好 非常感谢郑雅华老闆 跟我们分享 跟我们的社会来 跟全球分享 好 谢谢 好 下来呢 我们再次邀请全体歌手 上台来 跟我们发表一下 他们对于这次 2019年 滑滑群星 快乐新年的专业 来 陈玉珍 先上来 OK 来 林思健 李爱立 钟玉珍 总会长 高山 OK 来 OK 来 玉珍 我们先请玉珍 发表一下 玉珍是 你可以站中间吗 你要站中间 OK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玉珍帮我们开单 你是第几年参与华娃群星 这一年是第四年 第四年 OK 今年跟四年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个人感觉到今年是不一样 是 因为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很漂亮的造型 对每一年都是很漂亮 是 所以今天是我的老板 他有特别 他会去沙发拍摄 你为我的近四半年也是在沙发拍摄 所以没感觉到不一样 我年代都会在本地拍很少出外 所以今天是很快乐 我要感谢我老板 很用心 谢谢老板 对 玉珍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从选歌到他个人单曲里面的服装 现在跟林思健合唱的服装 他都是很认真的去选 去配合 是的 OK 今天在黄黄大家族里面怎么样 很开心 很开心 因为老板真的很用心 无论服装不好 造型不好 老板娘也是一直放 很开心 好来 林思健 林思健 第几年了 大家好 我本身参与 我加入和大家 大家听了 应该是第五年了 第五年了 对 我每一年都会很 期待老板 他每一年很早 就要筹备新年课 去年我记得 五月多我们就入行很多了 哈哈哈 老板真的很用心 还有呢 今天呢 朋友 因为呢 加入了我们两位 我们的高山大哥 还有我们的周一正 因为感觉到这个家庭呢 越来越壮 越来越大 希望我们老板继续更强 还有呢 今年我也是 跟我的周一班的 陈一真呢 有个参与 比方经典的 那首 欢喜霸 官员 我觉得 你们两个是选老太大 还是老太大 我们 两样都可以了 两样 好 最要 歌要好听 这歌是老板选 还是你们自己选 呃 因为 老板呢 他们选 老板是 非常的 随便 然后随和 每次都由我们自己 帮手让你们去做决定 我们自己喜爱 喜欢唱歌 好 都 呃 非常 好 这样 就是说 我们很 选择 对 很自由度 很自由 自由选择 我希望你自己喜欢的 拿手的 或者是没有唱过的 啊 今天呢 我一次选择了我 自己本身 主唱的一首歌 恭喜 大家信念 希望大家同样会喜欢 好 谢谢 谢谢世界 然后李安丽 李安丽特别从怡保 会被 南京无国参与 皇后出青 今年是第二年了 是吧 大家好 今年是第二年 第二年 所以算是蛮新的 OK 那 就了 是 从去年跟今年 参与皇后出青 有什么感受啊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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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然后去年呢 我是刚刚加入 黄华的 新年歌 赫顺和鸡 那么呢 是带着 好奇 好玩 去年我还曾经说过过 新年歌曲一直以来 我都不大喜欢 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会唱新年歌 因为我比较唱 比较喜欢书琴歌曲 新年歌有人哭着唱的吗 好像没有 就是那感觉啊 那么今年呢 我再次参与我非常地开心 我真真的爱上了新年歌曲 你今天在个人单曲里面 新年歌你唱了什么歌啊 我唱的是花糕富贵满华盘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就是在还没有开始拍摄 还没有开始选歌的时候 老板就我选了一首歌 那么这一首歌曲呢 因为我曾经有来唱过的 一首歌蛮活泽 蛮好的一首歌曲 所以我就选了一首歌曲 好 谢谢爱丽 那我本身呢 我不知道第几年我没有数 从一开始 雅华邀请我参与 《华华全新的》 《贺水专节》里面呢 我就是像爱丽所说的 抱着好玩 跟抱着参与 我们这种 传统文化的这种活动 来参与的 其实跟雅华 本身是 我们说成熟道地 我兄弟和朋友 我们从来没有说 什么愁饶的问题 我就是抱着 好了 雅华这么有诚意 我就说从一开始到今天 不过非常感恩啊 老阿阿华兄弟呢 对我的信任 给我这么多年 都给我机会参与 他的《华华全新》 正在这十年以来 正在看到他 对专题的要求 跟进步 从拍摄到制作到剪接 等等的服装方面 特别是后来雅华 有了蜜蜜 他的蜜蜜呢 帮助他打点 我们的服装 我们的造型 这个是非常感恩的 谢谢老板娘 那下来我们请 来说这些金嗓子 钟立真 我们就知道 立真 特别是在小调方面呢 非常擅长 他的音色很适合 所以今年呢 有哈老板特别安排 他跟我们的 《黄梅药》上手 《高山大哥》合唱 里面有一首 《黄梅药》改编的新年歌 来立真 第一次参与新年专辑是吗 对 大家好 我就是第一次就参与 我们的华华的这么大 这么多人一起来 我们俩录的这个唱片 我就很开心了 就是第一次 老板跟我讲的时候 叫我要 要不要参与这个唱片的时候 要跟你《黄梅药》 《黄梅药》唱一首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了 没有压力 有 有压力 有 因为我们的高山 是七十年代的 洪德行来了 他唱那个《黄梅药》 又一季棒了 所以我有点紧张了 最大的就是 我都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立真原本是 马来学校的学生来的 对 他不会看华语的 不过他有一个 另一半呢 他的那个 也是我们在娱乐界 很资深的一位 他自己本身有事业 但是他本身也是 这个卡拉OK经营者 他会帮他 所以你这次 这两首七年歌 你是靠听音 还是另一半帮你 另一半帮我呢 孩子帮你写拼音 孩子也是要帮我 因为我呢 只是会讲 不会看 又不会写 只是会讲 会唱而已的华语 所以呢 那个唱的歌 他跟我讲 合唱的时候就是 青年歌 一山满有一山高的 我想 这首歌我会唱 但是青年歌 那就不会唱 歌词不会 不会 新年歌词 对 那个跳我就会了 然后只是背 希望都背 对 独唱的时候我讲 独唱的不要 我再背格子了 好了 老人家了 会忌不得 这样躲格子 对你独唱是 春风门上 对在春风门上 我的脸 你唱过一首歌是不是 我听过 我一直买这首歌 有 那是没有录过 没有 没有录过 所以我就要求 看这首歌 我可不可以唱这首歌 然后我们的老板讲 老板讲可以 对 好不好 用移车 然后就很开心 要谢谢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老板给我这个机会 对 第一次就 跟你们一起合作 对 你们喜欢 我喜欢唱青年歌 觉得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吗 可以 开心喔 对 我们知道栗珍是一个很坦率的人 很 我们说直性子的人 看到他 你还没看到他 没跟他讲话 他已经哈哈哈哈 很开心的 很喜欢笑的一点 好来 下来我们请这个 我们的压轴 压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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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压轴 做压轴 对 做压轴 好我们我们一定要顺手 也是我们来笑 把华人演艺人工会总会长 总会长 总会长 高山大人 谢谢 谢谢你 是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愿意里面 你的歌里面都引紧长叹 这次终于在 郑雅华老板的盛意群圈 用最真诚的心来打动我 是 是吗 我 为什么答应 我答应雅华跟我讲 是 新年歌他也不会客串 我做OK 我也不 客串 是不是 还没调啊 什么其他新制的歌曲 因为我在 四十年来啊 我怎么 什么歌种 在新年里面 都唱过 都唱过 也制作过 对我们的唱新年歌没有比较厉害 对对对 好久 各位 前辈 后辈 先辈 的好朋友 以及记者 先生 小姐们 大家 祝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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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新年歌 我刚才讲过 跟谢霍老师 我合作了好多 在1980年 唱林初龙 我合作了很多人 这乐曲 我就唱过他的作品 OK 你最后一次唱新年歌 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唱新年歌 是1991年 1991年 那个蒙大哥也参与 17年 在里面有 在制作 十大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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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哪 总冠军那个 那个购力 那张穿片购力 那是你自家的唱片公司 我要保卫化的 保卫人 十大财神 我觉得那张唱片购得很好 到今天我还有幸听到 偶尔过年前 他就会坐我的车的时候 还要快乐 是吗 对 谢谢龙大哥 龙大哥大学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穿这几件 把整个歌 穿起 穿起 非常非常 27年前到现在 会讲 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 我记得新年歌是一种硬式品 是 就好像我新年 吃新年糕啊 八月四五十月饼 到那个时候 一定要买新年歌听 这样子有过年那么大 至于说 这个十一年代的进步 以前是听Cancel 过来是听CD到现在 也是听CD 跟各方面的PCD 可是 新产的各方面的标准就不同了 是 所以他们 倾向于网上 可以网上购不贵吗 我不知道 至于说 在那个唱片行 在唱片行少的就少 全都算起来不到100家 对 全马 全国的全马 那你觉得当你在 当那唱片公司老板的时候 最绿黄的时期 马来西产的唱片行有多少 大概 大概就我们非正式的统议 有六百公司 全马 六百公司 现在变成了一百 一百 我只是统计 我说不一定一百 最后好像五十到六十百公司 还有 其他的就是玩票限制的 买了一张 在这一百公司 在买了一百公司 卖了一百公司 所谓的法案板 大楼是这样做 大楼是这样做的 大楼是这样做的 是 所以 我这次参与 黄华 不在意说我就是帮忙 一种非常真诚的 帮忙跟科串性质的 我也不要求我 不再选择 不再制作 各方面都没有 表华 看什么都不唱 只是为佣赢 不参加任何的意见 是 我们的难得这么随和 最难的就是 你这次 牺牲色相 没有了 我这次要报告五线丑 你这个平时穿学子 他哪里肯罢休 他绝对不肯的 可是 我讲的我三十多年间 在跟李采银 论了三歌的时候 我穿过三歌 那种三个一年的妆 也是成桃 也是这样类型的 可是这个比较不好看 这个比较协调 这个比较协调 因为本身都很协调 我不是说喜欢 可是蛮好看的 我说的另外一个牺牲色相 也就是 因为一般像 像高山大哥这样的年纪的 这些资深的歌星 那首比较歌星 很多都不愿意出镜 不愿意出现在荧幕前面 反正就说出现在荧幕前面 他对导演有一个要求 记得拍远的 不要拍Full shot 对吗 甚至要求要放蒙镜的 那一次呢 高山会长完全没有这样的要求 只是在MTV 其实他有出现什么干法 什么表演法 我还是听同导演的 一点议员 或者一点批评 什么都没有 一点建议都没有 相隔了27年会长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一次 什么样的感受 所谓唱新年歌啊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唱的 所以唱新年歌要有一些适合的声音 适合人唱新年歌才会好 每一个人在新年歌唱到新年歌 新年歌出来听不尽了 总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要跟新年歌 必定要选对人唱新年歌 那个新年歌才会活起来 活起来 才有那种气氛 才有气氛 所以我在27年中 75年我的专记 我的个人专记在1976年 出来的新年专记 到80年我加入日华的时候 就直接每一年头都有新年专记 可是我的客气 没有放我名字 当时是李树荣 李孟山 李来华麦 哦 都是他们的 原地有一两首都喝唱歌 当时你成立的这家餐厅 这叫宝衣 1986年 是 那那个十大财神 都在装机市面上 还找得到吗 有啊 但是好像只有CD 吧 是吧 CV和Casset CV和Casset 现在已经Casset 要带了 那个机器都没有了 应该是C Casset CV也有 可是我跟你讲 就新年歌集 每一个人 都会留很久 哦 他们有唱片 他们唱片 都过CD 放个 然后每年都有 几十个CV送人家 年了八十多年了 多少 我都送给人家 他们要听到 还见得 还见得好 因为这个 其实连贯 是一个气氛的 不是我们唱的好 那气氛 新年气氛 好 非常感谢我们总会长 高山大哥 其实我们这一次 跟高山大哥合作 我们真的学习了很多 学历很多 从录音 从拍摄 走位 各方面 他都给我们很多的意见 没有没有 还是 好 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 我们所有 参与 2019年 滑滑群星 快乐新年 客人专丁的所有歌手 那现在我们先来 按摩枪 OK 好 羊娃 跟羡慕 好 在这边 羡慕 可以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这边来准快一些啊 一二三 OK 看得压到这边 来 来 一二三 OK 那边 我这里夹 一二三 OK 大家 中产了 好 幸福年又年 恭喜你 想要什么 就要什么 好运连连